我覺得我差不多該走了 因為前幾集我有寫出一些 針對性的攻擊的字句 然後評審當時說不喜歡 其實我是欣然接受的 真實不開心的其實是我沒有辦法 在合乎變體的狀況之下 去訴說電視規範之內領域的言論 我選擇 是 賀瓏 賀瓏 為什麼 因為我不忍心看他在這個舞台上 變成他不想成為的樣子 所以今天如果這個節目 留不住任何一個人 甚至是賀瓏 我會覺得是 也許這個節目 還沒有資格留下賀瓏 賀瓏你開心嗎 我不開心 葉天倫導演 竟然看得出賀瓏不開心 他的觀察力 還有他觀察那些蛛絲馬跡 果然是導演佩服佩服 因為其實賀瓏今天的確 有一點不開心 我說一句話 我覺得我們所有的評審 在跟所有的變手們 在講說我覺得還可以哪裡更好 還可以哪裡更好的時候 絕對沒有人是想要害你 想要讓你變得更差 我們都是想要讓你變得更好 所以才覺得說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更好 但是當然那是我覺得而已 這樣 對不起那我插個嘴 賀瓏你 你滿意你今天的表現嗎 滿成嗎 我沒有很滿意 沒有很滿意 你覺得少了什麼 我覺得少了一些我的個人風格 比如說有哪些是你本來覺得 很具有個人風格 你想講可是刪掉的話 我本來想要舉現場在座的藝人們的例子 但我 比如說 沒有 我沒有下去寫 我在發想的時候 可是他們都有舉現場在藝人的例子 但我感受到的是 我前幾集做這些文本 好像大眾比較不買單 所以我就決定這一集 我都不要做這樣的事 你有注意到蔡阿嘎事件嗎 有 你覺得他為什麼會被岩上 蔡阿嘎這位網紅或是藝人 他的人設跟他做的事情有點違背 如果今天換成是館長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岩上的風波不會那麼大 我覺得是蔡阿嘎一直以來 是給大家一個清新代表大眾 台灣人民的形象 然後去批評我們喜歡的日本 才會釀成這個岩上風波 導演你是怎麼認為 我其實想講的是這樣 就是說 但剛剛其實你有一刻 提了自己做例子有沒有 你說其實我怎麼樣 我覺得評審啊 希望我怎麼樣 然後就大概講兩句話就沒了 其實我想聽更多 剛剛你要想講自己的例子的話 你會想講什麼 那一段在做文章的話 我目前沒有想法 因為那一段 就是我剛剛的稿裡面 唯一即興的一段 我只是突然一股腦兒的 往那個地方走一點 但我看了我下面的時間 我覺得我該回來了 嗯 了解 就是 我覺得我差不多該走了 嗯 因為 前幾集我有寫出一些 針對性的攻擊的 的字句 然後評審當時說不喜歡 其實我是欣然接受的 真實不開心的其實是我沒有辦法 在合乎變體的狀況之下 去訴說電視規範之內領域的言論 我覺得我常常會碰觸到 可能電視規範之外的 然後這點會讓我覺得很矛盾 我覺得就算是他 我也不意外 因為評審可能真的對於他的表達方式 有意見 但今天如果他被淘汰 是因為這個節目容不下他 而不是這個社會容不下他 今天賀龍如果這麼簡單 才不過八集錄影 就把他可以變成另外一個人 這種人我們會邀請來這節目嗎 不會 所以我們要看的就是 這個衝撞 這個衝擊 那如果節目失去他 我覺得是節目的損失 在辯論上面呢 我們沒有覺得任何 有任何不能講的論點 都可以講的 但是就是這個論點 這個例子或者是表達方法 他講出來之後 對最後的那個說服的效果 有沒有產生足夠的說服效果 如果有 那就是可以用的方法 如果沒有 那可能就是 不需要用的方法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選擇是 賀龍 賀龍 為什麼 因為我不忍心看他在這個舞台上 變成他不想成為的樣子 我聽到這個問題的當下 馬上就決定是賀龍 我沒有改過這個名字 我不捨得 我不捨得他被 他在這個傳統媒體跟新媒體的 衝撞之中被摧殘了 所以作為一個朋友 我覺得他如果離開這個節目 也許他會有更大的舞台 你自己的感想 我一樣覺得 賀龍不快樂 但我不會跟他講說 你的風格 你的做法 你的論點是錯的 我也不覺得評審說的 是對或錯怎麼樣 我只告訴他說 在這個節目上面 你可能要怎麼樣 才有辦法贏 所以今天如果這個節目 留不住任何一個人 甚至是賀龍 我會覺得是 也許這個節目 還沒有資格留下賀龍 我真的會這樣覺得 其實這個分數 我們打了很久 我們四位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最後我們都有點不捨 我們跟製作單位討論了一下 今天我不想淘汰任何一個人 好啊 那就說我當壞人啊 我剛剛是唯一講出名單的 賀龍 你鬆了一口氣 可見你心裡還是愛我們的 你還是愛這個節目的 你笑了嘛 因為他有熱忱 我們也有熱忱 所以我們也希望看到不同的你 你斜槓 對不對 你不會只有一面啊 賀龍 講個開玩笑就是 我有點 我已經準備好淘汰感言了 而且我是寫好的 我把它背起來了 我反而身分沒有背